郝大宇高雄成立自害一面中心 周五上午八点钟指挥官 韩国瑜的位置空着 只有副市长李四川代理 只是高雄市从上午七点开始 到处淹大水 他人去了哪 没对外公开 直到十一点十二分 由市府群组发布 提供自拍影片 曾经跟曾河吗 三分钟之前 这是淹水的 我们的水全部都退掉了 韩国瑜说上午八点就到 曾经曾河路视察积水 心心满满 但其实当时隔壁的鸟松 神龙水管路 烟惨了只剩一线道 以韩国瑜上午行程来看 八点去了澄清澄河 接着到宝夜的抽水站 但临近凤人路 早从七点开始烟 路程十六分钟 当下没去了解 而距离五点三公里的鸟松神龙 一样烟横惨也没去 市府最后公布提供照片 韩国瑜暂时一点半 去了曹公新村 中间扣掉视察三个小时 去了哪 让人家不惊怀疑 韩国瑜到底知不知道 这场大雨到底造成 高雄市最严重的影响 到底在哪里 市长只要在行车的路途当中 看到哪里有烟机水 就一定会马上下车去视察 被质疑神隐韩国瑜中午 再度外出视察 这次被媒体拍到 来到男子区右昌 居民直接吐槽 光耗抽水机不是解决淹水办法 而他下午又很临时 加开视察行程 来到淹很惨的鸟松神龙路 又是老话一句 水退很快 只待了十几分钟 但前脚走水又淹上来 汉国瑜理直气壮 一整天去了七个行程 但一整个上午 跑了四个点不公开 每个行程都只停留十多分钟 选择自己拍影片 夸口水退很快 30号起上黄扎平 高雄报道